自从胖豆从人类国回来后 豆豆族便掌握了对抗发狂血药精的方法 豆子们建造城墙、地牢陷阱和抽水战车 豆子们也学习判断敌军的攻击模式 合作变化应对 人类教的方法真的及时阻挡了水妖精 豆豆族对战争越来越得心应手 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后 豆豆族和水妖精之间更是征战不休 然而 即使吃了败仗 水妖精还是继续捣蛋 狂暴程度更是不见减少 每一次战争过后 水妖精从疯狂中恢复 总是不知为何浑身疲惫 处处是伤 豆子们也在每一战中用尽了精神与体力 只想好好的休息 没有人再有心情和余力去照顾豆浆和豆腐 虽然学会和水妖精作战 减少了国土被破坏的机会 换来的却是大家的身心俱疲和民生瘫痪 国王再次召开了会议 成果不如预期 胖豆一直低头不语 其实我们已经战了两百次 水妖精还是持续突然发狂啊 还要打仗下去吗 已经一个礼拜没办法生产豆浆了 大家开始指责胖豆带回来的方法没有用 胖豆恼羞成怒地说 水妖精就是不断无故抓狂 不打仗要怎么办嘛 难道你能让水妖精不再抓狂吗 你知道水妖精抓狂的原因吗 抓狂的原因 胖豆突然灵光一闪 不管是豆豪族还是人类 都只想到如何对抗水妖精的攻击 为什么不研究水妖精在羽迹抓狂的原因呢 也许能让水妖精不要抓狂的答案 就在那里啊 此时对面年迈的黄豆长老接了话 老祖宗曾告诉我一个传说 豆豆族与人类出现以前 水妖精就已经存在了 那时候的水妖精族有自己的国度 不为谁工作 豆豆族与人类出现后 他们无时不需要水妖精 温柔的水妖精便与豆子国和人类国共存 自己的国度就渐渐荒废了 蛤 水妖精有自己的国度 胖豆非常震惊 据说大豆山的瀑布后方有一个洞穴 存有水妖精国的遗迹 说不定能在那里找到水妖精抓狂的秘密 我这就去找水妖精抓狂的秘密 勇敢的胖豆再一次自告奋勇 接下任务 胖豆爬上了大豆山 寻找长老说的洞穴 在瀑布的后方 胖豆真的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洞穴 在洞穴深处的墙上 画有一些壁画 壁画中的图腾 正是水妖精 从图腾中看起来 水妖精和许多生物都非常友好 哦 世界上的大家 都需要温柔体贴的水妖精呢 水妖精似乎也非常喜欢 和花草树木待在一起 豆子裹过去 为了扩大豆制品的生产作业区 砍掉了不少的植物 胖豆回想 这时 胖豆看到了一幅描绘下雨的壁画 上面水妖精的动作 像极了他们抓狂捣蛋的样子 啊 水妖精抓狂的秘密 就在这里吗 一想到抓狂的水妖精 胖豆只想到可怕的回忆 但壁画中所呈现的水妖精 却都是开心的手舞足道 狂奔乱舞的样子 像庆典一般充满欢乐的氛围 胖豆渐渐理解 水妖精一到了雨季 就会自然的变大 变得活泼 好释放他们平常积蓄的能量与压力 雨季就像是属于水妖精的狂欢节 水妖精在豆子国失去了足够的生活空间 雨季的时候没了地方狂欢 就只能跑到大街小巷来宣泄 胖豆渐渐推理出了答案 所以水妖精不是蓄意的破坏 只是环境不再适合他们而已 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胖豆愧疚不已 加紧脚步赶回豆子国 停战吧 胖豆说 抓狂就是水妖精削陷能量的方法 与他们习性大大不同的我们 不但没有发现他们的需求 还强迫他们融入了我们生活 一旦他们展现自己的习性时 我们还视他们为乱源 用战争来互相伤害 但其实 制衡水妖精是不需要战争的 而是给他们应有的生活空间 这才是我们能够永续发展 彼此并存的生活方式 在胖豆的建议下 豆豆族决定和水妖精 一同决定彼此未来的生活模式 了解彼此的需要后 他们一起规划了许多建设 首先 他们开发了广大的地下公寓 如此一来 水妖精们再怎么捣蛋 也不会影响到 住在地上的豆子们 地面上也规划了游乐设施 让跑到地上的水妖精们 也能找乐子宣泄 历史碰碰香就是其中之一 水妖精能尽情地撞击历史 玩到精疲力尽 草木捉迷藏 是另一项受欢迎的游乐设施 水妖精总喜欢在 盘根错节的树根中 穿梭 逗留 雨季的水妖精依旧疯狂 但是 豆豆们再也不怕水妖精捣蛋了 他们找到了各自喜欢 又不会冲突的生活方式 豆子和水妖精之间 再也没有战争了 多年以后 一位年轻的人类来访 他听说 这里有着 常年不受水妖精 侵扰的方法 制衡水妖精 不需要战争 而是给他们 足够的生活空间 年老的胖豆 仍在豆子国的街上 宣导着和平 这才是永续发展 彼此并存的生活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